一般3C家電產品的理論非常的低 價格卻非常的競爭 最近又遇上了週年慶 很多店家都寄出了展示品 搶低價吸引顧客 究竟展示品能不能買呢 購買展示品的時候 又該注意哪些地方呢 關於這些問題 我們今天就要來請教賣場達人 中店長 中店長你好 那我想請教一下 很多店家都會把 展示品拿出來當作特價品 做促銷吸引人氣 那在購買上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像我們一般如果是展示的商品的話 我們做銷售的確在折扣上面 會有比較大的優惠 但是在消費者端的話 我們在注意的部分 可能像產品的外觀 可能外觀上面 如果說是破損的比較嚴重的 那我們可能就會懷疑到 裡面的商品是不是正常的可以使用 或者是說有什麼瑕疵 那或者是說我們打開 我們可以先看它的產品的外觀 是不是有刮傷 那可能就是有使用過 那不一定是只有展示 可能是客人有退貨的情形 那我們就不能夠保證說 這個產品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那譬如說螢幕的部分的話 我舉個例子 像螢幕的部分 其實展示的商品 它不見得都是不好的 像有一些產品 它是有保證無亮點的 或是有一些特殊保固 其實展示品的話 反而是客人 有一些比較鎖定的目標 第一個它可能價格比較便宜 但是因為店家已經展示過 可能它也是 等於說是我們幫它做一個測試 那它想要的就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是缺點就是 可能在保固的部分 不一定有做到這麼完善 是這樣子 那您剛才有提到保固的部分 那我想請教 展示品的這個保固的部分 它是從購買當天開始算起呢 還是說它從展示期間就已經開始算了呢 是 絕大部分的商品 我們一定是從客人購買的這時候 開始算起 那甚至有客人有需要有換新的部分 它的換新期 都是從你購買的這天開始算 那有一些特殊的商品 有可能是從它出廠的日期開始算 那這一點消費者就要特別注意 還有跟店家詢問清楚的部分 那您稍早有提到刮箱的部分 那若是商品帶回家以後 才發現有刮箱的部分的話 是不是也是還可以拿來退換呢 這個其實我覺得 在消費者和店家的這個部分 在銷售的過程 就應該要有先溝通清楚 比方說我今天可能做一個折扣 但是我會跟你講清楚說 這是展示品 那可能在外觀上面就不是這麼理想 可是它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那在消費者 如果說它不能夠接受的話 其實業務員的部分 不應該強迫去推銷 這樣是比較不好的一個部分 那如果說客人在不知情的情形下 買到展示品有刮商 在店家的立場是應該要做換貨的動作 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那我想請教一下 很多消費者可能會透過網路購買這些商品 那有可能就是也是買到展示品 那這樣子的話有沒有一定的保障呢 其實在展示品的部分 如果說像在網路購買的話 你沒有看到實體的商品 這要看您購買的店家 譬如說可能在拍賣的部分 未必會有這麼好的保障 但是我相信在拍賣的部分 可能在店家的簡介的部分 就應該先看清楚 可能它會有一些瑕疵 那可能要求完美的user 可能就不要去下標 但是在商城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有保障的 那應該都可以做到 譬如說七天內做退換貨的動作 那中店長我想再請教一下 一般我們在店內看到的電腦 或電視螢幕 因為長期都在店內使用 那到消費者手上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因此而減短這個產品的壽命呢 其實我們一般店家在銷售 譬如說像您剛剛提到的 像螢幕或者是電視 甚至是筆電的部分 它的平均壽命 其實大概都是在三年左右 然後舉個例子來說 譬如說像螢幕的部分 它平均都是三年的保固 那客人在買回去的時候 這三年之內 事實上廠商都會 譬如說有免費的到府收送的服務 那就間接的表示說 它的這個產品的壽命 是不會縮短的 對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我們今天呢 非常謝謝鐘店長呢 來為我們做的解說 那您是不是也學到了 購買展示品的小Payball了呢